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三種不同眉型的畫法 會從胸眉的小技巧到畫完的步驟為止 那以後呢希望可以多多出一些像這種重點式的教學 然後就可以在影片比如說妝容影片下方 就是放上這個連結 就是如果要看詳細的眉毛這裡有這樣子 那我首先就要來跟大家分享我如何畫比較偏韓式的評美 那這部影片我原本想要跟大家也分享 就是實際錄我如何修眉毛 但是因為我前幾天因為要錄其他影片的關係 所以已經修過眉毛了 所以我這邊就是用示意的方式 那基本上一般人平常的眉毛都是比較有一點點弧度 從這邊是比較矮到這邊比較高之後到眼神在後面 一定要先修眉毛 就是把眉毛修得比較平的形狀 然後再去畫這樣子才不會變太粗太黑 然後變得比較像毛毛蟲那樣 然後首先就是拿像這樣子的眉刀 我會先把我的眉峰修平一點 然後我會盡量拿水平的 然後這樣子修 然後把這邊這樣子的眉峰修矮一點點 眉峰修矮一點點之後呢 我會拿到前面來 我自己本身的眉毛是大概長到差不多這個位置 眉頭這樣拉起來 然後修下方的眉毛 那我知道很多人畫皮膚的時候會直接就是畫一整條直線 那其實我覺得這樣子看起來還滿不自然的 所以我自己比較偏好的方式是會留一點點眉尾 除非就是你本身的眉毛是長到很下面 你才要再做一點點修整 不然的話就是簡單的稍微也是一樣把眉毛這樣提起來之後 把尾端修細一點點 收出微微的一個弧度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了 首先我會畫平眉的方式是跟我畫起來的眉毛一樣 我一定會先把輪廓框出來 那就是看你個人喜歡用什麼用的工具 那通常我在礦眉型的時候喜歡用的是眉筆 不管畫哪一種眉型我都是從下方先開始礦下方的門廓開始 盡量畫接近水平的線 然後到眉峰的時候也是盡量繼續保持水平 我自己在畫平眉的時候喜歡顏色淡一點 所以總都是選擇一些顏色比較淺的眉筆 然後輕輕的描 然後跟眉尾做結合 然後再接下來是往前 然後現在就是我把線的顏色加深一點 然後就稍微比一下有沒有很平 然後我現在還滿意我下方的輪廓線的 那轉而畫上方 那上方我會從大概是眉毛中後段開始 然後一樣也是比較接近水平的線 所以從中後方開始 然後往後瞄 然後到了眉尾地方之後 沿著尾端的這個角度 這樣拉下去 你可以看到其實因為我本身的眉毛是這樣子嘛 所以它前面有一點點斜斜的 那就是從後面然後往前拉 把那個線拉平 那現在因為我到我的眉毛中後半是比較 毛髮比較少的 所以我就現在先來把那部分稍微做補齊 然後就是一樣順著毛髮生長的方向 來畫那個毛流感 像比較中間接近前面的話呢 我比較喜歡就是看起來像是一束一束的 眉毛是這樣子生長的嘛 就是從下方然後這樣子往斜上這樣生長 那所以我在畫的時候一樣也是會 然後慢慢往前帶 然後記得越往前要越輕 這樣才會有一個比較自然一點的漸層 那你們也可以看到這邊還沒有 這個線跟眉毛還沒有補齊 那因為我想要我的眼頭顏色很淡 所以我會用眉粉來就是把那個空隙補齊 那我現在要拿的是KATE的三色眼影粉 我看一下 我覺得我眉頭部分沒有很自然 所以我會拿出剛剛的眉筆 然後把它顏色刷開一點 再注意一下有沒有什麼空隙的地方相撥 然後像我覺得眉峰底下我想要把它補齊一點 然後眉尾變得更銳利一點 那我因為我想要我的眉毛看起來比較淺一點 所以我會再拿這樣子 這是benefit的咖啡色眉毛膏 然後再稍微刷上 然後把我原本原生黑色眉毛的那個顏色改掉 那在接下來的動作就是不管畫什麼眉型我都會做的 但是比較不一樣的是就是畫這種比較 比較韓系風格的眉毛呢 會選用的遮瑕膏 是比較接近我臉自然的膚色的 會營造出一點點立體感 但是不是太多 就是不會太強硬這樣子 很少一點點亮 然後在眉毛下方 再一點 然後眉毛上方 再接下來呢拿一支像這樣子扁的刷子 這種人造毛 然後毛很硬的這種刷子 剛剛遮瑕膏沿著眉毛的外輪廓做清理 然後如果你抓刷子上面沾到一點點 眉粉或什麼比較黑黑的東西的話 要記得在衛生紙上面稍微刷一下 不然你會把那個顏色帶到到處都是 這樣子就變髒髒的 好了 那麼這樣子 差不多就是完成了 發生成了 唱歌 走 唱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